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待会为大家做出分析 首先我们先来看2024年中国新公布的4月18号公告 GDP的成长率第一季是增长5.3% 大家都很错愕 因为中国现在经济的状况很不好 不好到什么状况呢 一些重要的文化机构 过去可能有40%或是50% 官方支持 其他的像民间募款或是卖票的 有些机构已经很担忧未来 他们能不能生存 有些机构已经发布出薪水两个月 而且我讲的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 所以你就要想象中国现在经济状况 如果你没有到中国大陆去 你就很难想象 在商场里头没有人的那样的一个中国 那个奢侈品牌繁华的中国已经不在了 而中国再度的第二次公布青年失业率 这一次没有把在学校里头的应届毕业生算进来 而是全部毕业生算 已经毕业的一般的青年失业率 这一次是15.3% 这数字还是相当的高 但是中国大陆说这是持平的 那主要的重点是GDP的5.3%从哪里来 我们刚刚提到说中国的经济相当的不好 可是这5.3%从什么地方来呢 这就是回到了我们要讨论的议题 就为什么中国的钢铁出口 正成为全球升考的对象 首先它最核心的问题是房地产 中国的房地产虽然出台了非常多的政策 还在恶化当中 而房地产不可能再盖 支撑房地产产业里头最主要的就是钢铁 水泥等等 因此这些钢铁工厂下一波的整个带动的 过去会带动GDP3%的成长 不是房子本身 还包括了它的钢铁水泥各种不同大量的需求 而钢铁很可能就成下一个倒闭的一个产业 于是中国就出台了一些政策 这些政策里头最重要的不是降息 而是对于这些产业 给予特别低的甚至接近零的利率 那这算不算补贴 有些人认为在WTO的请销里头 它算补贴 那本身是违反WTO的规定 有的人说美国你可以印QE1 救你的大银行 印QE2 钱还跑到去炒作了很多全世界的粮食价格 那中国为什么不能够救它的钢铁业 但无论如何救完的结果 中小各种大型的大中小的所有的钢铁业 全部都全面恢复生产的结果 而且贷款的钱相当的低 也希望能够低价出口 可以在世界产生竞争力 所以扶植这几个从钢铁 到好几个不同产业的制造业 使中国低级的GDP交出了5.3% 民众没有感觉 因为它只发生在特定几个产业 而且是特别被国家政策拉动这些制造业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民众仍然对经济认为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中国现在的民间储蓄率 比起去年同一个时间是增加了10%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敢花钱 那在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的这些钢铁出口到全世界 比如到拉丁美洲 这可是中国希望友好出口的地区 当地也大叫起来 因为它的价格比过去价格低了40% 其实包括台湾的中钢 包括韩国的钢铁公司 所有的人都跳起来 因为台湾的中钢跟比如说 韩国的钢铁跟中国大陆最高阶的像宝钢等 它基本上是同一个位阶的一些钢铁 那也是在竞争的 而它价格变成那么低 所以全世界就进入钢铁的销价竞争 这就是拜登抓住这个十几点 要对中国的钢铁进行调查 然后用301报复法案的最重要的一个背景 但美国不是唯一 甚至美国是不重要的 刚才我做了一个统计 美国过去对中国钢铁 实施了整个关税 那这整个关税使得中国到美国的钢铁大幅下降 现在美国所有从中国进口的钢铁 在全部美国进口钢铁只有2.3% 所以整个拜登的政策是非常选举性的 但是问题不在美国 是在其他国家全部通通都跳起来 对于中国的产能过剩 他们用了一个字也 这是Janet Yellen 说叫产能过剩 事实上不是产能过剩 就是我等于是用刺激的特殊的降息的方案 来扶植这些制造业 然后因此就变成非常大量的产能 那以中国那么大的体积 那么大的一个产能 对全世界出口 所以各国通通都挡不住 全部都跳起来痛批中国 这个数据呢 是很多人觉得是比预期的要高 但是我想说明呢 GDP增长是5.3%是符合实际的 是有支撑的 中国官方罕见为高于预期的 第一季经济增长变故 事实上若从内需消费年增4.7% 与被房地产拖累 仅年增4.5%的固定资产投资来看 两个数字都低于市场预期 第一季整体有5.3%的增速 确实是意料之外 彭博社一篇专栏文章的分析更直言 第一季的强劲数据 让每天目睹经济使气沉沉的中国人 感到困惑 在市场市场上 第一个提示是 但不同于商场百货的稀稀罗罗 中国工业部门是热火草天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强劲增长了6.1% 中国第一季出口逆势增长1.5% 工业部门的回暖 与习近平倡议新职生产力所带动的设备 对投资有关 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房地产部门的萎靡 在强劲出口和新能源相关投资的推动下 制造业是主要成长引擎 彭博社专栏文章中认为 这体现习近平的信念 即透过高端产业升级 最终能够取代房地产的主导地位 使中国经济摆脱低迷 现一个阶段 是中国人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 这样一个关键阶段 一些企业要进行转型升级 所以大家要承受转型的一些阵痛 由于新动能的传统的产业在调整 新的动能在培育 所以这里面出现一些波动是很正常的 摆脱房地产经济转型的阵痛 这是明显一懂的道理 但华尔街日报警告 在消费增长滞后的情况下 中国以制造业带动的增长 以形成经济不均衡的复苏 看 中国的经济在经济 已经显示了一些症状 但仍然有很大的颜色 Louise Lu is the Chinese economist 在 Oxford Economics 她告诉CNN这个 让我们来讲评论 说 经济的动力 在Q1上升级的速度 支持拥有広销 中国的继续 翻译项目 这让新职生产力 更像一场口号式的政治运动 金融监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日前联合发布通知 要求持续提升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占比 推进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 重金投入制造业 在第一季初见成效后 中国政府持续加码 对金融机构 向制造业倾斜窗口指导 但这除了导致不均衡的复苏 大量便宜的贷款融资 流向制造业 并以加大促进外贸的政策支持 以引发贸易的紧张局势 华尔街日报近来就发表一系列文章 探讨中国的补贴 产能过剩等问题 对全球经济的冲击 在中国的贸易贷款 代表贸易贷款必须要购买贸 外贸易贷款 这也会引起中国的贸易贷款 在中国的贸易贷款下降 华尔街日报认为 中国入市后的本市寄出 便宜的中国制造导致 如美国大部分地区 大量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的 中国冲击 将捐土重来 中国产能过剩冲击全球经济 是美国财长叶伦稍早 访问中国的主要议题 但他紧盯着中国具有出口优势 被称为新三样的绿能产业 更多的是为拜登主选 捍卫降低通膨法案的整齐 反而在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上 失去了焦点 而美国年底的总统大选 让需要细致谈判协商的贸易问题 变得歇视底利 这次拜登更举起了 他的对手川普所惯用的关税打棒 17号拜登在有钢铁之都称号的皮质堡 向钢铁工人发表谈话 宣称中国产的钢铝制品 因政府补贴低价迁销美国 并以责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行调查 事实上 中国针对钢铁产能调控超过10年 但失掉公司钢之家的数据显示 居然中国的钢铁产量超过12亿吨 能处于过剩的情况 加上中国因房市委弥补正能因素 只能寻求低价出口 中国最大的保钢集团本月 还下调五种主力产品的价格 引发台湾南韩等亚洲钢铁企业的紧张 而低价钢铁更对拉丁美洲国家造成冲击 去年拉美从中国进口的钢材 达到创纪录的1000万吨 年增44% 这为及140万从事钢铁业的工人生计 拉丁美洲钢铁协会 已向所在国家提出反价格扭曲的调查 并呼吁对中国钢铁提出高关税因应 而拜登要对中国进口钢铁加征两倍关税 看似有所逻辑 殊不知 在川普拾起两轮的加征关税后 中国钢铁在美国几乎无所立足 至中国进口的钢铁量 仅由美国总需求的0.6% 在加征关税也于事无补 但拜登此番一份提应的谈话 是在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总部 这是北美最大的工会 而批兹堡所在的宾州 更是年底大选的关键摇摆州之一 提高关税政策 无法振兴当地钢铁产业 却能巩固拜登的蓝领选票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造船业 针对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 等五大工会组织提出的情愿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正是就中国的海市物流和造船行业的 非市场竞争发起301调查 尽管这无法撼动中国 占据了全球造船市场超过50%的份额 更保护不了美国只剩0.13%的造船业捐求实战 但无济于事的301调查 更多的显然是出于反中就有票的选举考量 中方将密切关注调查的进展 要求美方谨言慎行 停止在选举年操弄中国议题 补贴与产能过剩 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贸的重要议题 而中国为拉抬经济增长 当前政策是一面倒的扶持制造业发展并扩大出口 在地缘政治冲突与美国大选临近之际 更加深了美中原有的贸易矛盾 德国的总理肖兹第二度的访问了中国 这是中国可能在全世界最想迎接的国际领导者 因为在整个欧洲跟西方世界里头 中国最想拉拢的国家就是德国 德国前总理梅克尔很清楚的知道 德国作为一个出口国 他需要两个大市场 第一个大市场除了欧盟之外就是美国 第二个就是中国 所以当时对梅克尔来讲 市场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但梅克尔因此被批评 他过度依赖中国 萧茨刚上台的时候 也采取了相同的批判态度 认为应该不要依赖中国 而要去风险 这是2023年7月的时候 萧茨才刚刚公布的报告 但你对于一个市场 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它 你忠心的看它 就是中国的市场 是德国不可或缺的 另外中国自己本身 在自动驾驶 在电动车的电池里头 有它全球的一个优势 这是德国所需要的 所以如果你纯粹 从经济的生产链 或者是销售 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德国需要中国这个市场 可是如果你把它想成是 依赖的时候 那就要去风险 所以相同的现象 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而第二度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萧茨总理 他走上了梅克尔路线 这一次他带了三名部长 十多名的CEO 来到了中国 他面对几个德国 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首先就是德国的经济在下滑 其中德中的贸易更是下滑了8% 另外德国的企业本身呢 他认为他们需要平等的进入中国 这才是他们要的 而不是所谓的去风险 离开中国的市场 第三个德国的汽车的制造商 在自动驾驶 我刚刚讲的好几个理由里头 他需要中国当地的团队 来帮助他们可以打造更便宜 更有效率的德国汽车 因为德国汽车仍然有它的优势 中国有它在一些零件 或是电池上面的一些优势 在这样的一个各种不同的呼吁之下 萧茨把它在2023年7月 中国列为去风险 不要依赖中国的贸易政策 摆在旁边 而他带着这些CEO跟三位部长 到中国讨论的 第一个是智慧财产权权 要求确保德国企业的智慧财产权 第二个要求他们可以 跟中国当地企业一样 使外企平等准入中国市场 而这成为这次萧茨 访问中国里头最重要的两大主张 对中国而言 他们一直希望西方不要变成一整块 希望欧洲某些国家 尤其是欧洲最强的国家 德国可以不要完全跟进美国的 不论是外交 尤其是外贸的政策 而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中国一月到三月 外商直接投资 同比下降了多少 超过四分之一 下降了26.1% 对中国的未来经济没有信心 这不只是去风险 也不是会不会有台海战争 就是对你中国的经济 本身已经没有信心 所以我加上里面谈到 就是习近平见了马英九 谈到他在短期里头 不会有台海战争 他也不会讨论台海战争 因为对他来说 没有2027年时间表述这些事情 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崛起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事实上你如果看了很多 中国现有的经济数据 你会知道中国本身面临的风险 它经济上头不只是没有办法崛起 还很可能还要呈现更严重的问题 而他好不容易刺激的钢铁 也使他不要倒闭 马上就使他成了全球围剿的对象 看起来不过是简单的下机 但事实上他走的是一条看不见的钢索 一直被认为是温吞吞 领导联合内阁千千半半 对乌克兰军援犹豫不决的德国总理萧茲 4月14日却勇敢的一马当先 首次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在德国政府2023年7月 公布对中战略之后 赶在4月17到18日两天的 欧盟高峰会前夕 带着一整团的德国CEO 到中国进行围棋三天的访问 这是他总理任内 围棋最长的出国访问 从那最后召唤 德国已经认为 新的中国的策略 英国国家的策略 正在谈论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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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德国对外的直接投资 从2022年的1700亿欧元 跌至1160亿欧元 但对中国的投资 却逆势增长119亿欧元 创下历史新高 不但奇怪 而且尴尬 拒绝提供乌克兰金牛座导弹的消资 是紧接着在习近平破例 以高规格亲自接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之后 到北京访问 在乌克兰议题上 肖子使用了含蓄的非对抗性语言 而不是直接对中国出售给俄罗斯 可能民用转军用的商品表示关切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两位领导人重申反对使用核武 在加萨战争上 双方共同呼吁 保证加萨的人道主义准入等 各自照本宣科之后 就可以进入正题 是的 乌克兰和加萨 只不过是装饰用的冷盘 肖子坊中的第一站是重庆 他参观了德国汽车供应商博士 位于重庆的氢燃料电池工厂 与肖子同行的 还包括BMW和宾市的CEO 德国三大汽车 只有福斯汽车在临行前退出 2023年 比亚迪销量增加了30% 占中国市场的12% 首次超越了福斯汽车 成为中国市场销量第一的汽车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一 trend 是 外国的货币 一直坦强的强烈 这对中国的货币 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是有关系 包括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都希望中国缩减电动车的出口 美国财长叶伦放话 考虑对中国实施贸易限制 这让肖子面临一个微妙的平衡 既要满足德国经济衰退之下 对出口中国市场的迫切需求 又要满足来自盟友的压力 以便利用德国的地位 向中国提出要求 目前中国约有五千家德国企业 但最近德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 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表示 认为自己在中国面临不公平竞争 换言之未来的美中贸易战 可能殃及落地中国的德国企业 但在中国国内市场 德企还要面对 和中国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小字强调 德国企业明显地帮助了中国经济成长 问题是在AI 电动车 离电池等新科技方面 德国企业绝非领头羊 残忍的现实是 德国企业的优势都是过去式 欧盟于17日和18日举行特别峰会 听取前意大利总理莱塔提教报告 警告欧盟必须重新思考经济安全 否则将无法与美中竞争 欧洲仍是一个对中国全面开放的市场 但欧盟已经对中国电动车 是否受益于国家补贴展开了调查 预计将在今年夏天做出回应 任何有关中国的决定都可能让德国 面临比其他成员国更大的损失 消资的去风险已经被德国企业 公平竞争的要求所取代 德国需要中国市场来抢救经济衰退 中国需要德国来分化欧盟 的确难舍难分 最新的报告 油电混合车的需求 还是超过了电动车本身 这使得Tesla股价也大跌 征伐了5000亿美元 而Tesla的創办人Elon Musk 正式发给员工的电邮 提到Tesla的快速增长 导致了某些领域的角色和工作职能重复 为了降低成本并且提高生产力 检视公司每一方面至关重要的举措 宣布全球裁员14000人 印度从4月19号开始选举 印度的选举制度非常特别 它有10亿的选民是符合资格的 而这场选举将一路进行 分7个阶段到6月1日结束 计票日期是6月4号 这是莫迪总理的第三个任期 一般认为他会成功的连任 如果他成功连任的话 将是从印度独立以来 最有权利的尼赫鲁总理 当时连续连任了三届 莫迪就是取代了他的角色 而过去我们所熟悉的甘地家族 长期的透过种姓制度 领老的印度国大党 他分两次执政 总共加起来59年 在这次必然会成为输家 所以我们就看到莫迪 当时领导的中下阶层的人 对抗一直是贵族世家角色的国大党 这个党呢 那么久的执政59年 他就垮掉了 而莫迪又因为美国的印太战略 得到了各种优势 由于要围堵中国 所以印度成为许多人 愿意投资的地点 而且觉得是最没有地缘风险的地点 第二个原因是印度本身 他很重视高等教育 所以他在IT 在软体方面 特别是软体方面的人才 几乎是全亚洲第一名 他超过了日本 也超过了新加坡 那他在软体方面的人才 甚至使他在美国 好几个重要的跨国大公司 Microsoft等等的很多的CEO 都是印度后裔的美国人 所以印度在这数学方面 在这方面的高等教育的成功 也使得印度变成一个经济的强国 而这场选举 由于过去莫迪出色的经济成绩单 对于很多乡村地区的道路 跟基层建设的铺设等等 尽管他受人诟病的是 关于他的印度教 这个宗族主义过度的强调 甚至剥夺了少数民族的公民权等等 这个部分被受到一个批评 但整体来讲 他将成为全球地表上 最大的一场选举里头 最重要的强人 是骑墙还是身段柔软 在印度崛起过程当中 这个问题不断在方间流转 堪称是国际外交圈 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媒体镜头前 印度总理似乎前脚 才刚离开日本广岛 鸡舍的场边 与美日澳共商抗中打击的 四股安全对话 每隔多久 莫迪的后脚就踏上 飞往南非约翰尼斯堡的传机 参加与习近平和俄国外长同台 彼此摇耳朵的金砖四国峰会 另一方面 在北约与俄罗斯的 新冷战对峙当中 莫迪去年一整年 忙着接待东西方领袖 和四处出访商谈经贸合作 但转过头来 却由财势政府部门 大量在购俄国 被欧美制裁的低价原油 对上一场冷战中的亲密战友 互利益气 自印度开国以来 就被新德里奉为 规念游走霸权之间的 不结盟主义 在77年后 印度再起的这一刻 早已操作的烂熟 更在大国博弈 新一轮的赛局里 演绎的淋漓尽致 Members of Congress A Strong Bipartisan Consensus 当然虽然由于地缘因素烘托 今日印度看似坐收 预榜相争的余力 但在霸权之间游走 所必须承担的风险 却是任何平衡 都只是一时的 短暂的军事随时有可能 因为时间流转而出现变化 尤其是在韩印度 有着漫长陆路边界 对新德里来说 犹如北方一块巨石压顶的 中国这一侧 尽管印度当局谨言盛行 不轻易挑起事端 更需要中国的原物料 和商品进口 来带动自身的经济 但这一前一后 崛起的两个亚洲大国 彼此间的竞争 和为争夺相同资源 矿藏战略要地 而衍生的冲突 却似乎只是早晚 而非会或不会的问题 先是人口大国的头衔 被印度抢走 接着印度股市也超越深圳 与香港证交所 成为全球总市值最高的 前四大股市之一 中印之间不断被外界 拿来比较对照 只是印证了 这两个国家的余量情结 是群雄并齐的 21世纪战国时代 中美对抗这条主线之外 最受瞩目的亚洲翻外篇 尤其是印度制造业的产能 从十年前 因为基础建设落后 不被外界看好 到近年来 印度的道路港口如雨后春水般增见 苹果代工厂入驻 iPhone Made in India的比例激增 都可以看到印度受惠于华府主导的 有岸外包概念正在慈禧 从中国出走的 已经遇上机 这些资料金融与市场 这些资料金融与市场 where you start to see deflationary environment and also demographics kind of going the other way and decelerating growth. India is now being looked at as a primary growth driver from India and that's kind of moved away from China. But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we can do without making progress. 提议由印度入替中国的位置 成为安理会常任领事国 然而当时的印度总理 也是对新德里日后外交思维 影响深远的尼赫鲁 却基于不想得罪中国 这个北方强龄的考量 而予以婉拒 时至今日 印度的经济规模和外交地位 虽然人与中国有着相当的差距 但若论成长潜力 与国际社会的看好度 今天的印度却俨然 承接了40年前中国曾经 披挂过的高成长一波 以挑战者之姿 登上了美中俄东西对抗的 霸权擂台 北京 would like to see if India become a hundred percent United States alliance that would be for China of course there was a worst case because if you look around China there are already many United States allies around like South Korea Japan Philippine And now even Vinan also goes a little bit in the direction You will have a situation where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y in the world is not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But there are very deep vested interests So the countries at least some of the countries who are there No prizes for guessing who they are You know the countries who are there some of them have an interest in not allowing this they are hanging on to it some of it is for what it means for themselves I don't know I have no reason I mean I do not know whether they have any views about us but the fact is they are not helping the process This relationship again the bilateral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are at a precarious stage at one level you still have thousands of troops barely a few meters from each other on the Himalayas and no one is talking about it but it's a tense battle field in the Himalayas with lots of soldiers with great disregard and dislike for each other facing off 中印关系 从过去新德里 自居老二 文良 攻减让 到今天 渐行渐远 甚至 引狼牙棒 故欧 反映的是 地缘政治的 沧海桑田 过去 由于印度自居 第三世界领导者 奉行民主制度 与社会主义的混合体 和中苏都维持 良好关系 与华府则刻意 保持距离 然而在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北约和莫斯科 公开决裂 美国又因为 中国意图 染指台海和南海 拉拢印度 加入抗中连线之后 今日的新德里 在俄中美复杂 三角关系当中 已经成为 那个有能力 打破军事 却又态度暧昧的 关键第四人 国际大使的推 与拉 再加上边界冲突 不时撩拨的 民族主义情绪 让此刻中印之间的 相安无事 感觉像是 风雨前的宁静 印度正迎来 它过去的 黄金十年之后 也会再迎来 未来的黄金十年 我们看这个像 整个天梯一样 上升的人均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是21世纪的 印度奇迹 如果20世纪 在1990年代 特别是2000年之后 有所谓的中国奇迹 那么从2014年开始 我们就看到了 所谓的印度的 一个奇迹 而且从那一年开始 印太战略 在欧巴拉时代 慢慢形成 在川普时代 形成了高峰 到现在 更使得印度 变成是一个 冲天的一个 GDP的成长 再来看一下 2024年 全球GDP的排名 在排名里头 美国其实还是很强的 是全世界第一名 高到28.78兆 这是GDP的总量 中国是18.53兆 前一阶段 许多人太强调 中国的崛起 而且忽视了 中国本身 内部的一个结构问题 因此说 中国到2030年 总量GDP 就会超过美国 事实上 如果比起 两年前 2022年的时候 当时 中国总量的GDP 是美国的73% 现在只是美国的66% 德国是4.59兆 日本是4.11兆 日本输给了德国 排在第四名 而印度赢了 它的殖民国 在去年的时刻 印度来到了3.94兆 赢了英国的3.5兆 接下来才是法国 巴西 意大利 加拿大 这是你所看到的 跟你想象中 不太一样的 全世界十大 GDP总量排名的国家 沿着密西西比河畔的 某个地区听起来 一点都不浪漫 一条长约85公里的 被美国称之为 叫做癌症巷 这个地方有石化工业 五分之一 集中在这里 有很多各种 不同的工厂 除了石化业的塑料之外 有化肥 还有医疗器材等等 而这个地区 他们比美国 其他地区的癌症比例 高出了95% 让我们来为大家介绍 令人背上了这一条 长约85公里 从New Orleans到 巴顿鲁治 称之为叫 鹿州的这一条 癌症巷 这家里 男生有疾病 女生有疾病 美国石化工业 总产量中 大约有五分之一 集中在路易斯安那州 东南部的密西西比河畔 工厂提供了 现代人生活的必需品 塑料 化肥 还有医疗器材 但讽刺的是 这些产品的诞生 却残害了当地的居民 They are putting our lives on the line for industry and we are the one that's dying Sharon lives in St. James Parish in the corridor many call Cancer Alley It's an 85-mile stretch from New Orleans to Baton Rouge along the Mississippi River Community after community All surrounded by roughly 150 industrial plants According to the EPA Folks that live across most of cancer alley have a 95% higher risk of cancer from air pollution than the rest of America 而居住在这个地带的人们 也是属于较为弱势的 非一和低收入户 联合国将这里的情况 称之为环境种族主义 拜登总统上任后 一度宣称会解决 尽管如是说 但要解决非同小可 为了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居民和当地化工厂 及州政府长期抗争 但始终未能获得改善 近期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显示 这样的风险 已经延续到下一代 有越来越多的早产儿 和出生时 婴儿体重过低的情况出现 这也不是Tisha的感觉而已 根据杜兰大学的研究指出 在路易斯安那州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婴儿出生时体重过低的风险高出25% 早产的风险也高出36% 而早产是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 但从过去到现在 问题的症结一直是放不下的经济 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籍议员 Eddie Lambert 是当地的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 但他认为 污染和患病不该被完全划上等号 以说是有没有人人想的 但那些迹理不上的迹理 那些长官是绝对流伤的 其实迹理相对的 因素的情况下 像是一些企業的企業 有枪稻代表 有提供的迹理 大量喷嚏 我们的健康 自己的健康 例如有所有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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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货 它不明显尝 意识性 那么不合表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最新报告指出 数十年来路易斯安娜的环境质量部门 都未能达到联邦政府所制定的最低标准 未能保护环境和民众的健康 而杜兰大学的研究也表明 当地的环境质量部门从未承认存在环境种族主义的情况 但从2019年至2021年 在非裔社区附近工厂的排污量 又比在白人社区附近的工厂高出了7至12倍 两年前 環境保护公司开出了公民权研究 这些是癌症向居民出生后悲情的宿命 这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权衡中 最失败的例子之一 而谁来解救他们呢 又是个令人难过又无奈的问题 这里巴黎奥运差不多倒数一百天 但是在巴黎当地我们看到的不是自由跟浪漫的巴黎 在当地有450名的移民 其中大多数的人是拥有合法的证件 所以他们并不是非法移民 也不是非法难民 他们正在等待社会住房 结果当局要求其中大多数的人离开 而且在身穿防暴装备的远景注视下 请他们拿着袋子 手提箱 手推车的物品 离开大楼 大家看到一行列走出去的 不是美丽的巴黎塞纳河旁 在旁边美丽的景象 而是非常可怜的这些移民 接着我们再来看在美国很难以相信的事情 Google有一些员工抗议Google提供以色列云端运算 在巴勒斯坦加萨走廊那个地方 杀害当地的巴勒斯坦人 所以有28名Google的员工净坐抗议 Google CEO宣布这28名净坐的员工全数开除 接着是Colombia大学 Colombia大学被认为还算是一个自由派的大学 但是他有108名学生 因为支持巴勒斯坦人 他们并没有在当地进行任何的抗争里头暴力行动 结果警察局驱散校园内的 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有上百名在巴勒斯坦大学 这些学生因为抗议而遭到逮捕 学生没有退却 人们说这发生在香港吗 镇压的人是中国政府吗 再来是哥伦比亚的大学教授小组 这件事情非常愤怒 还没有这个校长违反了民主自由的精神 也对他丧失了信心 谢谢你收看今天的文签市 周报文签市街财经周报 我们下礼拜见感激 中文签市街财经周报